大家好,我是瑞季科技台湾分公司的Teresa 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Logitech 跟Zoom的一个线上研讨会 那我们先来看看,Elmo您上线了吗? 我们主讲人 那个Kiss 太棒了 然后来自澳洲的Kiss,我们入了原厂 Kiss Hello,大家好,我是Kiss 我们的,我记得原厂的Ginny Ginny,您到了吗? 对,我到了,谢谢,大家好 好,谢谢大家这边一起来参与 我们这次的线上研讨会 我们是要一起来讨论后疫情时代 一个混合式的办公 相信我们这次的线上研讨会 一定可以带给大家对于视讯的软议题的结合的新体验 也让大家了解 怎么样的一个高效率的视讯会议软议题 可以缩短商业学习 还有生活上的距离 那我们瑞季科技是一家总部 为在美国幸福IT解决方案的服务商 我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 六大洲40个城市都设有办公地点 而且我们提供完整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来满足全球企业的IT的需求 那我们这次在台湾举办这个线上研讨会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您更好的去面对未来企业和个人 在会议协作远距和实体办公室之间 千万摩世时所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自从疫情的开始以来 我们也收到非常多的客户的问题 例如如何使用软硬体来实现最佳的会议协作体验 还有在今年的疫情越来得非常快 所以到底Walking仿后如何能够维持员工的效率 打造无缝又流畅的工作体验 然后现在又随着疫情有点趋缓了 员工接见回到办公室 那我们如何能完美的规划 让员工感到安全又能维持 业务效率顺畅的一个工作环境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每个用户的需求和环境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对您和贵公司在疫情期间 能达成公司业务目标和工作顺畅的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今天的线上研讨会 我们真的非常高兴邀请Logitake跟Zoom这两家公司 那这两家公司在这个视讯会议这个行业 是非常顶尖的专家 Logitake和Zoom都是重点关注在 企业客户解决视讯会议的问题 而且都提供了高品质的视讯会议产品 所以在疫情期间 也为众多的客户实现了五缝顺畅的一个会议体验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要先第一个邀请的是Logitake Logitake其实在跟我们瑞季科技一直是一个非常紧密合作的伙伴 对于Logitake产品的客户应用上 我们给予了很大的肯定 这次疫情期间我们也在客户快速部署的需求上 大量的使用了逻辑的一个产品 而且获得客户一个高度的满意 那我们这样就欢迎Gini Gini Wang B2B Channel Sales Manager of Logitake 嗯好那大家好哦 那我现在先分享一下我的简报画面 好那这边呢先跟大家就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Logitake电子视讯品类的销售经理 我是Gini 那我在台湾呢是负责企业客户的视讯写作的一个方案的建制和销售服务 那今天呢就会由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Logit视讯 可以带给企业怎样子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视讯体验 那首先呢我要先为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 我们在现今的这个企业对员工的这个工作环境 那协作沟通上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和趋势 那首先呢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呢 根据我们未来合作的研究机构 就是目前显示在未来的三到六个月 我们大概将近有三成的工作者 每天他至少一天是在家里工作的 那未来的就是十二个月到就是一年到两年的这个时间呢 那他的这个就是会逐渐提升到这个七成 也就是有七成的工作人员 他至少一周的时间会在家里工作 那其实这个很大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一个来自是企业的一个决策 那不太可能说员工自己说我想在家里工作就可以的 主要还是以企业老板他这样子决定为主 那也因为从去年开始全球有疫情的这样子的影响 那当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思考 就是说部署这种远端工作的一个可能性 那并且呢同时也开始制定一些这样子的阴影的配套措施 那因为当远距离工作是一种常态了 那就是人与人的连结就其实这种连结的沟通 其实是非常重要那这样子的一个数位连结呢 其实在相信今年在大家在这种疫情的环境当中呢 应该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就是所谓的居家办公 跟在办公室的工作的一个差异性 那在过去这一两个月中呢 台湾刚好就是正好面临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疫情的一个爆发 那所以呢其实开始呢大家都躲在家里而躲避疫情嘛 三级的警戒的时候 那其实在一开始大家在工作上面 因为总是还是需要跟一些同仁去做一些沟通啊 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一开始初步如果要讨论 可能在LINE的群组讨论 然后甚至开会的时候大家就随便用一个社区平台 大家去做一个聊天哦 那久而久之呢老板就会发现说 你在这样子开会的状况 只是出了声音我也不知道女人在不在 那时间一久了之后老板就会开始说 我可能就要看到你啦 你是不是真的在线上好好的开会啊 还是人跑出跑去其他地方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了 那我们也趁着这个就是企业也趁着这个办公室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的时候也开始重新思考 就是配置如何以最低的实体接触 但是达到最高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协作的效率 那因此呢把办公室或者是在居家办公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打造成随时都可以做一个 视讯面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要抬到说 那我们都知道既然你要打造这样的环境呢 首先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要摆 就是可能要更换一些设备啦 采购新的设备甚至导入一些新的这样子的一个通讯方案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导入上面一定有它的困难点 那这个困难点呢到底我们会是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首先当然就是说你既有的这个设备 可能就是你既有的一些办公室的一些状况啦 它有一些像你们的投影设备 或者是你们既有的这个显示器 那上面的已经都已经可能都已经装好了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面临到很多新的设备要加入进来的话呢 很有很多的线 然后在桌上看的很混乱 使用者也不一定知道怎么样子的去去做一个就是使用 那再来就是说我同时呢要在开会 我可能要投影我的简报或者是我的Excel等等的 要去做远端的开会 那线才有一大堆 然后又要用的视讯设备的话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复杂度 让使用者跟我们的管理者在推广上面呢 在让使用者使用上有很多的问题 那过去的逻辑几年呢 对客户来讲 我们其实针对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也解决了很多客户在硬体设备 还有软体方面的一个整合 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问题 那这边呢当然要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也是全球企业在视讯协作上的设备 的一个首选 那不免苏的啦 当然也要讲一下我们逻辑呢 在这个视讯会议上面呢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逻辑这个平台呢 那首先当然就是全世界 我们现在目前在webcam 就是说网络摄影机的这样的市占率 其实是非常的高 那相信大家对逻辑的印象就是 所谓的电脑周边啦 包含说键盘滑鼠这样子的一个USV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当然在视讯会议上面 我们目前也是全世界 在这样子导入的这个所有企业 行号当中呢 我们的市占率也是第一名 那我们还有超过40个合作伙伴 包含zoom 包含说微软 包含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讯平台 都是我们全球的策略伙伴 那我们的设备跟他们的软体 也有高度的一个整合 那再来就是讲到我们的设备啦 因为是周边 所以我们的所有设备 都是USB插头 即插即用 只要你有电脑 有PC 其实加上接到我们的设备 基本上可以马上使用 对企业来说 它导入非常的无痛 也非常的直觉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导入方式 是非常的快速 那第三个部分呢 当然就是说 我们企业级的这样子 大量就是规模的一个建制 那我们的产品呢 目前大概是市面上CP 只算最高的 即插即用 然后呢 在价格上面呢 也非常的亲民 对企业来说 做这样子全部的部署 也是非常的快速而简单的 好 那讲到呢 在视讯台湾 就是逻辑视讯 在台湾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应用 在台湾 我们逻辑呢 视讯在过去几年 从政府 民间单位和教育机构 陆陆续续都有导入我们的设备 那小式桌上型的一个电脑镜头啦 大道会议室 这样子的视讯镜头 都可以看到逻辑的平台 那其实呢 为什么是说 可以导入我们逻辑的 这样子的设备呢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有因应 从个人桌面 终端的这样子的小型的设备 大致到我们的会议室的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规模 我们都可以有非常完整 也因应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提供给我们的企业客户 好 那这边呢就要讲说 我们逻辑呢 如何用新一代的跨平台的 视讯协作方案 来提高企业沟通的效能 所谓的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 视讯会议室 它是怎样的去做打造 那主要当然就是说呢 我们逻辑目前的主要的宗旨 就是希望视讯可以走入 每一间会议室当中 那这一集来也是我们工作 我们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 那我们在过去一年呢 大环境的这个变化 那围绕着如何启用 所谓的混合室办公 包含说你部分的员工 是在家里办公啦 或是部分员工是在办公室 那最终呢 当疫情现在已经趋缓 然后也降级的嘛 大家会回到办公室 那我们还是有部分的员工是在远端 那我们怎么样 让远端的工作人员呢 跟我们在办公室的人员 可以有效的做一个协作沟通呢 那现在我当然就要为大家介绍 就是说我们逻辑 专为企业建设的全新一代的 这个视讯系列系统 导入到我们的企业端 那让如何让企业 有更高效的一个运用跟体验 那我们一直以来的产品 就是在这个设计上面呢 我们秉持着三样的一个设计原则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跨平台的一个 整合的一个设备 让我们的企业有更多的选择 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 就是可扩展的一个设计 第三个就是一致化的体验 那我们逻辑认为一个成功的 视讯协作环境 一定要有更多的通讯工具 可以互相的选择 那对企业来说呢 又可以有规模的建制和管理 再来呢 对使用者来说 我到任何一个会议室 我都有一致的体验性 比方我到这个会议室 我只要按一个按钮 我就会开启的一个视讯会议 我不用到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线材 还要再去建制 还要再call我们的设备人员 来帮我去setting 这就很麻烦 所以这就是我们致力于 有一致性的体验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这三个原则 为大家介绍 为什么要使用我们逻辑的这样的 视讯方案也为企业带来什么样子的 很高速的协作体验 那在过去几几年来呢 我们其实逻辑也不断的提升 就是我们完整的这个视讯体验 那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会议室空间呢 我们其实都有很相对应的 符合这个空间的设备跟产品 去符合不同不同的环境 包含小中大会议室 包含使用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软体平台 我们都有相对应的设备 可以提供给企业来去做一个选择 那现在呢我们来先讨论所谓的叫做选择 那这个就沿用到网络上的一个说法啦 就是说小朋友才做选择 然后老板告诉你呢 我们这个企业呢我全部都要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是因为研究可以显示说 我们现在在企业内部员工 可能一天在工作上 平时会使用超过六种以上的一个通讯平台 进行做协作 包含说你的厂商啦 他可能是用Room 或是说你的那个 其实其他的点 可能公司是使用企业的Teams 就是微软的Teams 那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软体协作 是用不同的平台 他们想要去做个通讯的时候 那我们呢要怎么样 用一个跨平台的协作模式 就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方案 是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去做个介绍的 那首先先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逻辑的视讯设备一直以来都是以PC 作为基础 然后去延伸的这样子的设备 这个视讯设备 那这个部分呢在现阶段呢 我要很高兴为大家去宣布就是说 我们的逻辑设备已经不单单只是搭配在 我们的电脑上面去做一个延伸的设备了 现在呢我们逻辑已经推出 在我们的设备当中已经内建 内建的视讯电脑里面灌了所有 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些视讯软体平台 也就是说你今天买了我们一个逻辑的设备 它里面内建的主流包含Teams包含Zoom 它同时呢都可以在这个设备里面 它去做一个切换 所以说你同时如果想要使用Zoom 去做一个视讯会议 或者你的厂商是要使用Teams 你也可以同时去做一个切换 在同一台设备就可以完成这种 跨平台的这样子的视讯通讯 以前是不行的啦 以前不行你今天选择Zoom就要用Zoom 你今天选择Teams你就要选择Teams 等于你的企业就要导入 其中一项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但是透过逻辑 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我们创造一个大平台 让大家都可以在这样子的设备上面 使用跨平台的这样的视讯应用 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样子的一个整合应用 那这当然也表示说选择 在这样子的模式 我们同时可以让我们的设备 单纯就让你接你的笔电 你笔电里面灌什么样的软体 插上去我们的USB 只要插到你的电脑 认到我们逻辑的设备 你就可以马上开启一个视讯的会议了 那同时我们这个设备里面 它本身有一个安卓系统 那这个安卓系统 你把它想成是一个视讯盒 这视讯盒里面呢 它灌了所谓的这些主要视讯软体 你可以不用在外接电脑 透过我们的这样的设备 接了一个平板 你马上可以在你的会议室里面 做一个非常简单直觉又高效的 这样子的一个视讯体验 那再来就讲到了一个所谓的扩展性的设计 还有大规模的部署 其实在一个企业内部 我们的IT管理人员 当你今天要导入了一个视讯设备 或是一个会议室当中 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管理的时候 如果今天只有一两间会议是OK吗 但是如果超过两到三间甚至十几间 在IT人员或者是管理设备人员来讲 它就会是一个工作 那我们的设备呢 其实我们有所谓的一个内建平台 在我们的这个云端 它可以同时管理数十 甚至数百个会议室 都只要透过我们所谓的这个后台管理系统 连接到我们的这个逻辑的设备 它可以进行直接的远端设备管理 以及分位的升级 那IT的操作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后台 你可以马上去看一览无遗 所有我们的建制的逻辑设备 它现在使用率如何啦 是不是它的版本是最更新的啦 这些等等的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透过本地端的应用程式 对我们的设备进行很多的测试 包含声音呢 有没有出现问题 或是包含说它的影像 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现在在开会的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再来呢第三个就要谈到的就是所谓一致化体验了 那一致化体验这个部分我们想强调的是说 用户它在各个不同的会议室 包含企业可能北中南都有设定 这样子的一个会议空间 那对于身处各地你自己的员工到每一个会议室里面 对它来讲它去加入会议 它的所有的配置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到这个会议室里面 我一样就是直接按了我们的会议室的平板 马上就可以开启一个会议 就是一个视讯会议 对使用者来讲 它并不会说有造成很多的困扰 也不用再打电话给我们的远端的IT 说我这边的设备要怎么使用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管理者 对使用者来讲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的这个系统会搭配一个平板 叫做TAP 那它的功能就是一键入会 非常直觉的使用操作 然后也非常的简易 让我们的使用者可以轻松直觉的开启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视讯会议 马上就可以面对面的 去跟我们远端的工作的人员 或是跟我们的长官老板 去做一个视讯会议 那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的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的答案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建置下来 你可以在这个平板上面做一键开会 你也可以去做一个会议的控制 直接在上面像就像是一个remote control 像是遥控器 你可以全部都在这个平板上面去做完成 甚至做内容的共享 内容的共享和会议的建立 跟排程的查看 那这几个功能呢 都是直接在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室的整体方案里面 搭配这样子的平板 可以完全都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实现 那你可以同时进来看到这个会议室里面的排程 有哪些员工看到 我这个会议室几点到几点被book了 就是被预定了 那全部都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整合型的 视讯会议的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到 那最后呢这边呢当然就是要讲一下说 为什么要使用我们逻辑的设备 它到底跟其他的这些视讯设备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坊间有非常大的这些品牌啊 那我们的逻辑设备跟他们的区别性在哪里 这边也为大家简单的说明了一下 那首先呢一定要提到我们逻辑的专利的设备的一些技术 叫做RySense RySense有三大的AI的智能技术 包含说智能取景、自动调光以及智能调音这块 那首先先从调音的部分讲 因为其实在会议当中呢 声音有没有传达出去非常的明确 你讲话要非常清楚嘛 那我们的那个麦克风呢 它原则上有一些基本的 像是说做这种背景降噪 强调会议人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同时呢它会自动的会去追踪 就是会去抓取我们这样子的人 在会议当中讲话的这个内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清晰的通话程度 也是在会议中非常重要的其中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自动调光了 我们的在会议的空间当中 有可能你今天的会议环境 它是背光的后面有窗户 或者是说你的会议环境 它的光是黄光 那我们的镜头会是自动的去做一个调光的工作 包含帮你去补光基本的美颜 所以永远让你在视讯上面呈现的 就是非常的清晰 然后让你的脸看起来是 不会看起来泛黄啦 或不好看等等的 那第三个呢我要特别去说明 叫做智能取景 这个呢我会特别去拉出来 为大家做一下介绍 好 逻辑的right side智能取景功能 我们特别去讲叫做智能同框技术 这个同框技术呢 它跟传统的这个视讯的这个设备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说 我们原本既有传统的这个摄像 就是摄影镜头呢 它会去做一个手动的控制 我必须要用镜头用毛控器去控制 要让我的镜头转到哪边 那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所谓的声音追焦 这些都是传统的视讯设备的 在镜头上面会有的功能 那它的其实顾名思义自动的声音追焦 就是谁讲话谁发话 我的镜头就转到哪边去 那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是造成是说 你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 每一个人在场所 就是所所谓的这个面部表情 因为只有讲话的人才take到 但是逻辑的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呢 它并不是用这样子的模式 去做一个应用的 它最主要呢 其实就是用人形跟人脸的辨识 去辨识在我们的画面当中 我们的人它是在哪地方 去在这个会议当中 它的画面是在哪里 我们的镜头会去透过这个人脸 跟人形的辨识 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一个人坐在这个会议室的角落 那我们的镜头呢 就会侦测到旁边的这些都是所谓的 就是显示空间 那人主要他就会去做一个自动的 把我们这个镜头 框到这个人 把他的这个画面 呈现是最佳的可视角 那这个呢 都不用透过你的 就是你的遥控器来去做控制 这个是完全都是由我们的 内建镜头去完成的 那这个功能是default 就是内建在我们的镜头上 镜头里面 它不管搭配什么样的软体 我们的设备本身就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其实在应用上面是非常非常够用的 那这个图片也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 就是原本我们的会议室做两个人 同时增加到四个人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镜头 它会去把所有人把它框在最佳的可视角 那如果人去做移动的 我们的镜头也会跟着去做一个 就是追焦的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说在远端的人 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 在与会的人 每一个人在这样子的会议当中 大家的表现 大家的就是在互动的这个过程 都会非常清楚 那这也就是我们逻辑 在现阶段呢 对于我们跟一般的这些 视讯厂家的镜头和技术 最大的最大最大的一个不同 好所以这边跟各位去做一个说明 好了 刚刚讲完了所谓的就是会议室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了 那接下来当然要讲到远距办公的部分 那远距办公的东西呢 我们也有相对应的所有产品 那其实呢可以考量 就是知道说如果今天在远距办公 有几种环境 可能我今天在开放式的办公室啦 咖啡厅啦 或是说我今天就是居家办公 那任何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逻辑的设备都可以优化 你在通讯上的体验 包含说有线或无线的蓝牙尔麦啦 这些等等的 那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另外呢就会是说我们的这个 像是视讯镜头 视讯镜头包含内建的这些美颜 还有说这些要将优化的这些功能 其实都可以让你在远距的部分 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好 那最后呢还是要简单做个总结啦 就是逻辑视讯应用满足各种环境的一个 视讯应用 包含说刚刚提到的这个会议室的系统整合 一键入会等等的这些 让企业做大规模的一个部署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 我的会议室的那个环境呢 或者说我的会议空间没有这么多 我只是很简单想要一个All in One 包含喇叭包含镜头 包含就是说我的这个 就是麦克风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呢 我们也有提供 就是做最简单的一个配置 几叉几用 直接使用电脑就可以使用 再来当然就是最后 所谓的个人远距的这些设备 不管不同的这些应用环境 逻辑这边呢都有很适应的设备 可以提供给大家 那最后呢也要讲一下 就是强调就是说我们的设备呢 其实在台湾目前主流的所有设讯平台 都可以去使用 那我们当然呢 其实目前要去做推广的话 其实以Zoom跟我们逻辑的高度兼容性 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市场 很多很多的企业目前导入 而且呢在通讯上面也非常的顺畅的 那另外呢 不管我们的企业是使用 Teams Webex等等的这些 在台湾目前主流的设讯软体 只要你可以安装在 PC Notebook上面的通讯软体 我们的逻辑设备都可以使用 所以这是最后要强调的 我们是一个高度兼容平台的一个 像是的一个设计设备 所以呢将来呢有任何的需求 这部分呢都可以呢 使用我们逻辑的视讯设备 让你接下来在会议下面有更优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好那我今天的介绍也差不多到现在 也是做到个段落了 那后续呢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我们线上这边去做个提出 好那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Gini 这么精彩又完整的一个产品 逻辑产品的介绍 那我们这一次 谢谢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其实我们送的礼物呢 其实就是Logitake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会在这个线上活动中呢 我们会抽出两位来会收得到的 那个逻辑C930的一个产品 那另外我们在会后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回馈的部分 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问卷 那问卷 麻烦各位就务必要把我们回馈回来 那我们会从这些问卷里面 再抽出两位 是送Logitake的一个 那个Bill的一个产品 非常非常棒 那另外的线上的部分呢 我们还会再加码 这次我们有加码 我们是Logitake的耳机麦克风 我们还会再抽出两位给送的耳机麦克风 然后我们会再抽出20位呢 会有一个16G的一个USB 那另外就是我们还会抽出10位 我们Logitake的团队会提供一个 你们各位公司的一个 影音会议式的免费的见解 那就麻烦大家 务必要赶快回馈我们这些问题啊 还有赶快再邀请朋友 赶快现在再来参加我们的线上研讨会 那现在呢我们第二位的主讲呢 我们邀请了Room的原厂 Room在这一次全球疫情的期间呢 是全球使用者使用度最高的一个 视讯会议平台 它的优点就是在收费合理快速安装 使用也非常容易高效率而且又安全 所以我们瑞气科技啊 也是Room的一个全球合作伙伴 而且我们在Room的合作中 也一次一次获得客户高度的肯定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邀请Room原厂 来自澳大利亚的Keith Chan 来为我们来做一个Zoom的一个简报 Keith Chan Channel Account Manager of Zoom 欢迎Keith 谢谢Teresa 谢谢Teresa 大家好我是Keith 我是Zoom的Channel Account Manager 我是基于澳大利亚的 但是我是管理我们香港 台湾跟韩国的代理商的 好那我开始我的presentation之前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那瑞麻烦你 几个小时 You all know How and where we work is changing So I wanted to show you All the things Zoom is doing to make it super safe and easy for you to re-enter the office Even from the moment you walk in You can get checked in virtually through ourZoomRooms kiosk mode Hey Deva, how's it going? Hey Esther And then from there They can do what's needed to make sure I can enter the building This makes things like temperature checks super easy 在座位置和旅行中,你可以在座位置上推出很高的需要有招待的空間像 封面的雇用,或在座位置的表示, 在座位置上的空間裡,你可以看到多多人在座位置前提到 而不是你能不能在座位置上的工作, 但一旦工作坊能保持更多的解雇用, 空位置,和空位置由由自己的座位置向是直接出口的 一旦在座位置上,我可以在座位置上完全在表示聲音 Hello Zoom, start meeting Hey guys, how's it going? Yes sir So the cool thing here is it's leveraging AI ZoomRoom Smart Gallery is pulling the faces of the people in the room and it's pushing it as individual streams so I can have a better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with them You can also do things like pair your mobile device or your laptop so you can control your room camera, mute your audio so you don't even have to touch the room controller All of this is setting the stage for collaboration so I can share my screen and co-annotate with my colleagues whether they're at home or in the office whatever device they're on and then we can share straight to Zoom chat so that we can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later We understand that managing hybrid workforces and re-entering the office is going to be a challenge so Zoom is here to make that transition as smooth as possible Thanks for your help guys 好, thank you Ray 那其實大家剛所看到的都是我們的ZoomRoom平臺 我們去年其實添加了很多新的功能 都是讓我們的客戶可以有一個疫情後更安全的辦公室 好,過去的一年半其實工作的方式變了很多 大家有沒有想過你們疫情後的辦公方案嗎? BCG做了一個調查 發現了60%的員工 表示他們希望在工作地點和時間的方面可以有一定的靈活性 我們呢覺得會有三個不同的情況 第一就是所有人都回去辦公室 跟之前一模一樣 第二就是一個訓核的模式 就是有一些員工從家裡工作 有一些可以回去辦公室 然後第三就是Fully Remote 所有的員工都從家裡工作 我們Zoom呢現在還是Fully Remote的 然後另外有一個Envo的調查 結果顯示了73%的受訪者 對於回去辦公室其實都有一點擔憂的 那他們最大的擔憂是什麼呢? 包括了第一,不知道是否有病患進去過辦公室 第二,辦公室裡太多人 還有第三,就是辦公室不夠空氣流通 同一個那個Envo的調查 結果都有看到 74%的公司都表示他們其實會給員工從哪裡工作的火星 然後最受歡迎的就是我們的運行模式了 雖然人工會擔心回去辦公室 但是其實那個Envo的調查都看到 大部分他們都想每個禮拜至少回去一天 那怎麼辦呢? 給你們一個舉止 這個圖片就是一個用了Zoom的營火辦公室 主要都是用我們的Zoom的功能 你們可以看到在左邊那邊 就是可能一些人在家裡工作 他們可能在他們的房間呢,客廳呢 可能在廚房,辦公 然後右邊那邊就是他們的辦公室 那我們看一下其實有什麼功能 可以讓你們的配合辦公室更安全吧 第一,Virtual Reception 其實這個功能剛剛在那個視頻 大家都應該看到了 Virtual Reception 可以讓你們安全地迎接你們的客戶 如果辦公室的反客 他們來到了時候 只需要按一下Virtual Reception 那他們就可以通過Zoom 一切跟你們的前台工作人員聯繫了 隨著越來越多的員工 希望在家裡的辦公室之間分配他們的工作周 我們Zoom的排行螢幕 可以幫助員工提前遇進他們的 位置 Virtual Reception 以您指令 可能讓你們在Zoom裡面 直接用你們的聲明來開始會議 和控制整個會議 為什麼好用呢 比如說現在有疫情的話呢 可能你們的用戶進去的辦公室看到那個平板 不是太想辦法你下 因為可能怕會髒 對不對 不安全 那如果用信用的話 那都不是很安全的嘛 對不對 Zoom Group設備的話呢 現在市場已經有一些 多你們的設備了 我相信Logitech都有一些是幫你們幫的 幫你們的好處是在哪裡呢 就是可以讓大家很容易的安裝送用 讓你們的會議室裡面就是有一個很clean的會議室 我們 我們的Schedule and Display 那個排行明末都可以顯示 房間裡的人數 可以讓你們 讓你們符合現在 社交距離的要求 Zoom Group的客戶都可以 直接用他們的手機輪到Zoom Group 然後用他們的手機 控制Zoom Group裡面的Zoom會議 跟之前那個Voice command都很像 Zoom Group的管理員 都可以通過我們的牌子螢幕 顯示整個辦公室的容量限制 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用的Dashboard的功能 可以讓你們的Zoom的管理員 做一些Troubleshooting 排版功能 這個很簡單 不需要解釋吧 還有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Zoom for Home 就是我們專門設計讓你們在家裡 開Zoom會議的一些設備 Spa Gallery 我們將自動感知房間裡的參與者 因為每個參與者卡一個單獨的設置 讓你們開Zoom會議更方便 Zoom Chat 好像現在大家在用的Line和WhatsApp 我們都有自己的聊天功能 還有現在其實在家裡工作很多時候 背景都會有很多噪音 我們有一個功能 Background Noise Expression 可以消除你們所有的背景噪音 讓你們的會議更專業 我們在 現在我們都可以在Zoom會議裡面 直接開一些Apps 比如說一些Dropbox 你們的LTI Panotto Zapia Zandex等等 那你們可以直接開Apps 那就不需要做一個screen sharing 還有我們的Zoom App 還有我們的Zoom App 手機的App 可以讓你們隨時隨地的都可以用到Zoom 那都可以說隨時隨地的都要更做 還有最後的就是我們的研討會的功能 就是現在大家用的平台了 很多公司都會開一些Town Hall 像語音的部分 回到辦公室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另外 你們還做了Zoom房後 非常優秀 我覺得這個能夠 如果客戶能夠選擇到Zoom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他們的福氣 那但Zoom房後的部分 這個個人化的部分 請各位就是上線的客戶們 記得來找我們瑞記科技 我們可以為你提供這個相關的一個產品 那接下來我們這次的主講是瑞記科技 瑞記科技對於視訊會議系統的整合 有許多的經驗 我們也非常了解客戶的需求和痛點 因為我們在每次規劃的中 我們會深入了解客戶的一些產業別 業務型態來做一些相關的規劃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更貼近客戶的所需 所以我們這一次 我特地歡迎瑞記科技台灣辦公室 視訊會議大人Elmo 來為我們來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在台灣的建設一些實際的案例 歡迎Elmo Elmo Lin Sales Manager of Rahi Taiwan 大家好 我是Elmo 那我是台灣 Rahi Taiwan的Sales Manager 那在我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情報之前 我先請大家先觀賞一段Rahi的影片 All Remote Team members face the challenge of the absence of everyday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Virtual Team Meetings can have multiple challenges One of the challenges of working from home is managing the separation of work and home life Rahi Systems offers solutions to solve these challenges and ensure your Virtual Team Meeting goes smoothly First You need the right technology to get started So part of the setup you and your team members must have the right video conferencing solutions We at Rahi Systems provide work from home and remote solutions for companies by helping your organization create designated work areas Your home office setup should be ideal for video conferencing Rahi Systems also provides video conferencing solutions for education systems We design the best solutions in your organization's budget to meet all your business needs With Rahi Systems, business continuity remains assured Explore our work from home and remote working solutions today Hi 好,那謝謝大家 那首先,今天的話就主要跟大家來主要重點分享一下 那在灰島時代辦公室跟個人 企業跟個人我們要如何的因應 那Rahi在台灣可以提供怎麼樣的服務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Rage科技,Rahee是一家总部在美国系股的IT solution provider,同时我们也是Zoom还有罗级在台湾的授权经销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Rahee的全球部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全球的六大洲还有四十个城市,都有South Office还有Warehouse,因为我们的服务的客户大多是跨国企业,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客人到哪里Rahee就会发现, 所以通常我们客人到的地方的话,我们在旁边都会建置我们的South Office还有Warehouse的中心,那这样的话可以在最大的增进沟通效率还有缩短忽留的时间,那这也呼应到我们今天Rahee的一个主题就是更快副数。 那后应期时代我们要怎么跟病毒物共存,然后还有生活方式,生活跟工作方式而改变,相信刚刚大家有听到罗杰还有润源厂的简报,那因为现在消灭病毒已经越发困难,所以我们要想思考的是如何要跟这个病毒共存,那这个病毒又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比如说,因为之前五六月的时候,台湾疫情比较严重,所以各个企业,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在家工作。 那现在疫情比较好一点,那可能陆陆续续员工都是从家里再回到办公室,但是疫情反反复复复,所以各个企业也开始思考一个hybrid的办公模式,所以也就是说hybrid办公模式就是说一周一半时间在公司,那另外一半时间在家办公,那有些企业的话,欧美有些企业可能员工住得离办公室比较远一点,那他也可以允许,那这样的员工的话直接是full remote的一个工作方式。 那刚刚Zoom还有国际员员厂也有介绍到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可能有超过六七成的企业都会接受这种hybrid的办公模式。 那如何在协助台湾的企业,还有协助台湾的员工去适应这样新的一个生活还有工作模式的改变,也是我们Rahi在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好,那首先在家工作没办法跟同事面对面,要如何有临场感,那如何不影响工作的效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比如说,相信大家在家工作的期间,如果有需要开视讯会议的话,都会遇到说,员工在家,然后可能视讯会议的硬体设备不够完成,那常常会有听不清楚啊,或是看不清楚的一个状况。 那或是说,要跟客户做简报,但是客户不熟悉怎么样使用这个视讯会议的软体,比如说操纵的界面太复杂,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还有客户的感受度。 那比如说,要跟客户做简报,那但是客户不会用这个视讯会议软体,那客户就会觉得不耐烦啊。 相对来说,你就算简报讲得再好的话,其实客户的感受度也会打一个折扣。 所以在台湾为客户提供适合,而且快速的一个视讯解决方案的话,就是我们Rahi在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好,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两个月收到很多的需求,比如说有员工,有7月因为因应要work from home,所以要帮员工才够相关的视讯设备,但是因为发觉有限, 就会请我们帮忙。那又则是,又譬如说我们也有客户,可能下个礼拜就要举行股东会了,但是政府临时宣布禁止五人以上的室内集会, 所以这个股东会的话要改成用视讯会议替代。那又比如说疫情期间,从去年开始,各国陆续续都是封城的状况,那员工无法出差至客户端去做onsight support, 或是无法去客,不断做拜访,那或是企业的CEO,或是企业的管理阶层,没办法到各个办公室去做一些讯试或是一些政策的护打。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都会需要,比如说他们针对既有的办公室的环境,需要做一个改变,需要做一个relayout, 新增更多的视讯会设,或是一些大型的training room,去因应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改变, 然后去因应一个视讯,多多新增的一个视讯的需求。那我们RAHE的话都会利用我们手上的资源去帮客人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这样的一个痛点。 好,那我相信刚刚讲那么多,我想可能分享一下我们在台湾一些实际的案例, 跟在中国一些实际的案例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更比较有感。 那比如说,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台湾服务的一个跨国半导体的设备上, 那这个跨国半导体的设备上也是我们的Global Erkan, 我们帮他们部署在台湾北中南空四个地点的一个Zoom Room的软硬体整合。 因为这个Global Erkan,我们在全球帮这家客户做了很多事情回事, 所以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的Global Standard。 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了解他们一个标准的情况下的话, 就可以省去很多一些沟通上的误解啊,一些沟通上的麻烦啊, 这样增进我们沟通的效率,还有试做的效率。 那像他们挥持的标准就是用逻辑的RallyCam。 那这个客人的话,他的比较挑战的点就是, 他从确认订单到在北中南四个地方试做完成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其实常常很多交期的话,很多产品的交期都会超过, 假设你没有被固存的话,假设都会超过两个月以上。 但是我们就是还是接下来这个任务呢, 也顺利在从下单到整个北中南四个地点试做完成, 我们花了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在这个客人的, 我们还有帮他做了两间大型的训练教室。 那这两间大型的训练教室的话, 我们也帮他设计了一套管控系统。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透过iPad, 可以控制投音播幕还有电视的开关啊, 麦克风声音的开关跟大小, 喇叭声音的开关跟大小, 还有我这个全年论的一个区域的划分。 那比如说我下面的audience你要发言的话, 这个我的视讯尽头就会直接尊命到这个发言者的一个区域。 那在远端的与会者的话, 就可以不用说我audience在发言的话, 他看不到audience在哪里。 那这样的话, 我们都可以利用我们手上的一些信用资源, 然后我们手上最新跟我们的合作partner的一些最新科技, 去帮客人打成。 那他这样这个客人用这样一个iPad的简单的操作方式, 他就可以省去他在这个大型会议教室, 他要准备很多的遥控器去控制不同的设备。 好,那接下来在这个第二个要分享的案例就是一个中国互联网巨头在台湾的视线会议室。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google account, 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对他来说是非常熟悉他们的标准, 还有他们的一些规范。 那所以这样来说我们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介绍一些沟通上的误查。 那同样的来说这间客人的话我们也是帮他协助在北中南三个地点, 我们协助他部署完孙润。 那包括钟晓鲜的会议室一间还有培训室一间。 好,那再来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客户是中飞航。 那是他是一家在台湾的一家货运公司。 那中飞航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股东会改到线上去办。 但使用的相关使用的视线会的inter survey, 使用在这个股东会之后的话, 其实公司是没有相关的需求的。 那如果一次性购买的话, 其实也会很浪费。 那我们针对这样的特殊需求的客户, 其实我们RAHE台湾也有提供的助理应方案。 如果一次性需求的客人的话, 可以跟我们助理应相关的议设备还有工程师住屋。 这样的话也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费用支出跟资源的浪费。 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家国际顶尖能源水务公司, 其实是一家总部在黑玻璃的公司。 那在中国的南京的话也有设立据典。 那我们也是利用了我们又是在短时间之内帮他们部署完他们所需要的一个会议室, 包含了大型会议室一间、中型会议室四间还有恰当室。 那另外还有在就是我们的BB room, BB room的话就是有点像中央战情室的感觉。 那其实我们利用这家客人的话, 我们也是利用我们手上很多会议室, 包含国际啊,包含Samsung啊, 包含Extron的一些功率放大器等等等等。 我们帮他构成一个他想要的一个会议室的solution。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Rahi在台湾的服务。 谢谢大家。 谢谢Elmo, Elmo的那个实际案例分享非常的精彩。 那我想说Elmo你讲实际案例, 我觉得不如我们就邀请一个真正瑞基科技的我们一个真正的客户来, 来为我们大家来回馈一下, 分享一下他在这个建设上的一些, 一些我们的一些成功的一些部分。 好,这次我们特别邀请特别来宾台湾世新工程张志新先生。 因为台湾世新工程其实在台湾是一个非常知名, 而且非常专业成功的工程公司。 他们业务项目和据点也非常的广泛。 他们对于每一个案件都是非常谨慎又仔细的态度来完成。 相对的在同事经营需要高度的一些沟通。 所以在这个疫情初期, 他们就已经超前了部署。 那志新和他的团队在多项时需会议软体平台, 也有深入的实际体验, 还有神圣的评估。 所以他们要来为公司来找到最适合又高效, 建设成本的又具有弹性的实际会议系统。 所以在这么多的产品中, 他们选择了Zoom, 然后也选择了瑞技科技作为他们Zoom的会议的一个方案规划。 那我们来欢迎志新。 志新, 我们都知道台湾世新工程在台湾工程顾问产业是这个佼佼者。 那我想说先让您带预一下大家认识一下台湾世新好不好。 OK,好,大家好。 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台湾世新。 那台湾世新是国内最大的综合型工程顾问公司。 那举凡各位所接触到的各位各种运输类的载具, 譬如包含机场, 然后铁路, 捷运, 然后港口等等, 其实都跟我们公司有关。 那绝大部分国内这些项目都是由我们公司在做设计。 那尤其是越大型的项目, 基本上会看到我们公司的一个成果的比例越高。 那我们的工作地点其实分散在就是台湾各地, 然后包含甚至有些海外的据点。 那我们主要工作的对象, 其实很多同仁其实都是在外面单打独斗, 或是一些小型的专案办公室。 所以怎么样可以让借由视讯系统, 那让他们可以取得公司的有效资源跟沟通的环境, 其实对他们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种就是, 譬如像我们公司负责一个非常大的专案, 就是台湾机场提债航下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其实它合作对象, 其实包含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不同领域的专才, 都要共同参与这个案子。 那对象里面可能包含就是像英国的建筑制事务所, 然后香港的建筑制事务所, 等等全球各地的人才。 那大家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专案一开始, 我们就设定, 就是我们就采用这样的一个环境, 来去做一个全球的一个协作。 其实以上是我们针对我们公司, 目前环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这样听起来真的, 我觉得应该在场现在线上的很多的就是听众或客户, 其实也跟你公司也是很接近, 他们也是可能在面临在外地或者是国外有一些, 可能业务上需求需要做沟通, 那其实我知道您这边在评估之前, 也评估了非常多家友商的一些软体平台, 那当时你为什么会就是为公司室来选择入呢? 或者是说当时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这部分我带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公司其实因为工作形态比较特别, 所以其实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选用视讯软体, 我们就最主要是以软体式的视讯平台为主, 所以我们在一些平台导入上, 其实在纯软体的视讯会计系统, 其实导入跟引用上可能算是国内的企业的限区, 那举个例子, 譬如说很早期以软区在非常早的时代, 其实就有视讯软体的选项, 那时候我们就选择用这样的软体, 那之后呢, 其实因为我们的应用形态比较不会像是, 就是会议式形态的会议式的视讯系统, 那我们要的形态可能都是个人一对多或多对多, 那甚至有些是行动的应用, 那在这个需求的前提之下, 我们就一直关注着整个市场领域的发展, 那在2014年的时候, 其实在这2014年之前, 其实我们陆续使用一些不同形态的软体式的视讯会议软体, 那到2014年, 我们关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 就是Zoon这间公司, 那还有它的产品, 那我们选择开始使用它的时候, 其实大家普遍对它都还非常的陌生, 那我举个陌生程度好了, 就是我们在T3的专案, 我们在跟英国的设计师团队, 我们在使用这样的视讯软体的时候, 其实对方还是用友商的视讯平台, 他们对于我们选择Zoon这样的平台, 其实他们都非常的陌生, 可是我要讲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就是自从我们使用Zoon作为沟通协调的工具之后, 其实整个这个专案里面所有的团队, 所有的公司, 包含全球就是大型, 更大型的工程公司, 那他们也开始跟着我们开始选用, 因为他发觉其实这个软体, 其实它非常的好用, 简单使用, 而且很意外的就是, 在当年那个, 其实网路品块还不像现在这么好的时代, 其实它就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影像, 跟语音的品质, 那这个其实是让所有参与使用的人都是非常惊艳,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对行动装置的资源度, 其实早期就做得非常的好,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使用上, 其实有带来非常大的便利性,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 我们很多时候的专案是同样在外面单打独斗, 那它怎么样快速的把所有的, 把大家纠结起来进行开会, 然后进行沟通协调,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再加上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使用这些软体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以目前的眼光来看, 大家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对这些软体都非常的熟悉, 可是在早期, 其实大家都对这些视频软体的平台, 其实还不是那么熟练,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是一个传统类型的公司, 大部分的同仁都是没有很强悍的IT背景, 它不像一些科技的, 或是一些科技产业的公司, 所有的员工对于这些3C, 或是这些软体的应用程度都非常的熟悉, 那在我们的环境里, 我们就要去找一个, 使用者最容易上线的一个系统给大家使用, 那以上就是, 就是我们为什么那时候在早期, 我们就选用Room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谢谢芷琪, 那我想知道, 我想应该很多人也想知道了, 就是说选择Room了之后, 到底你们是选择了什么样的方案,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您的这个产业, 还有你的这个, 就是同事之间这些沟通, 确实是还蛮多线上的客户或观众, 他们是会面临到的, 那就是说, 什么样的选择, 是你非常推荐给, 就是我们这些品种, 或者是就是这些, 即将想要采取, 选用Room这些的客户呢? OK, 那这个我们特别说明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 我们近期在扩大导入Room的时候, 其实它实际点非常的特别, 也是非常的有趣, 那因为我们公司一直以来, 就是随着视讯, 这种沟通频率越来越高, 那我们决定那时候, 在疫情开始之前, 其实就刚好在那个机会, 那时候疫情才开始, 你才刚开始听到就是, 就是新冠肺炎, 可能那时候都还不是用新冠肺炎这样的名词的时候, 那我们公司当时候就开始决定, 就是我们要扩大, 就是我们视讯软体, 跟视讯平台的一个建制, 那在因为我们一直使用Room, 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当下我们就重新再去回过头, 就去设计说, 怎么样扩大在公司里面去做部署, 所以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选择就是导入Room的商业版本, 另外其实也比较特别, 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也, 也注意到Room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也把Room这样的产品, 带进我们的企业应用里面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还包含就是整机式的一个视讯设备, 那时候这样的设备, 其实在国内使用的人, 跟企业相对也比较少, 坦白说资讯也比较少, 不过这边我们要特别谢谢的就是Rahi, Rahi那时候有介绍给我们这样的设备, 那我们试用这样的设备之后, 其实觉得真的确实非常的简便, 非常的方便, 那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们就决定就是扩大Room的使用, 那我们就选择就是企业版本来做企业内部的部署, 那我们的部署方法,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license的计算方法上, 是我们选择就是只要你需要开正式视讯会议的单位, 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会配方你, 就是Room的授权给你, 那当然如果你是与会者, 当然你就自行注册就好了, 那所以要正式就是进行会议的单位, 就包含可能每个部门, 每个单位我们都会配处他专属的Room的软件给他们, 那这是我们目前公司大概部署的一个情况, 那以我们目前的部署套数而言, 大概其实我们现在使用率其实非常的, 算非常的高, 那当然在企业版上他有提供一个,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后台, 那那个后台其实对于IT人员其实非常的方便, 那IT人员可以在那个dashboard上, 其实快速看到我们目前部署状态, 还有使用状态, 使用的一个效益, 那这个对于后续的维护跟签约, 然后比如再去跟老板争取预算, 然后去说明这个project的成功性, 那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简便跟方便。 谢谢志青,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能就是要到你这边回答一下, 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听众想要知道, 因为您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 Zoom也被了台湾政府有点算是限制使用在一些交流部或公共的机关, 那我在想说你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就台湾市在使用Zoom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相关的一些问题或什么之类, 还是说在使用上是我们会特别再注意来一些部分这样子? 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们来分享, 其实我是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其实各位, 我陈如我刚所说, 我们是2019年年底决定扩大Zoom的使用, 那我们才刚刚部署完, 办完全公司的教育训练, 才可能才隔一个礼拜, 我们就开始就关注到, 就是Zoom其实被台湾的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这个现象发生之后, 再过没多久, 再过不到一个月, 我们就突然收到就是政府单位, 就是他们公告说, 就是在台湾的政府机关里面禁止使用Roon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当下其实对我们也非常的困扰, 那因为我们才刚部署完, 授权都刚买完, 教育训练都办完, 其实这个事情就跟当时候其实Roon在很多学校里面, 大概都跟老师跟学生都做完教育训练, 可是接下来政府单位才发来这样的公告, 其实当下其实大家也是措手不及, 那不过我们公司, 那因为我们公司的形态, 需要跟公部门做很密切的合作, 所以我们也确实按照政府单位的指引, 那我们也部署了同等数量的友商的视讯软体, 同等数量, 就跟Roon的规模是一样的, 那不过我们的公司非常支持, 我们公司非常支持就是说, 其实它并没有我们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禁用Roon, 那我们就选择性, 我们去, 我们就是用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专业背景, 我们去认真去评估说, 这个议题, 这个风险是否真的需要去顾虑它, 那最后我们的选择就是说, 我们在内部沟通上, 那或者是没有机敏的一个会议上, 我们就还是开放使用, 开放使用, 我们同时推荐同样, 你可以用友商, 也可以用Roon的软体, 就是我不会限制你, 那可是我们建议你就是, 跟特定政府机关, 或者机敏性会议, 如果您有自然考量, 那建议你, 用友商的产品, 你就follow政府的事情, 不要用Roon, 那不过我对面, 我们要讲我们的结果, 我们这样的, 政府公告禁止到现在, 大概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这一年来, 我们去观察我们全公司的视讯的使用, 其实现象非常非常的有趣, Roon的使用率, 大概是友商的, Roon的使用率, 大概占了全公司视讯使用率95%, 友商的视讯率大概只占了5%, 那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同时开放给同仁使用, 那同仁其实他们很单纯, 他们会选择最方便使用, 最稳定, 品质最好的视讯软件, 那因为我们也告诉他们说, 在什么环境下必用, 所以基本上, 他们是在顾虑资安前提的情况下, 去自由的去使用视讯软件, 就得到的结果是这个, 这个坦白说也让我们非常压抑, 我们甚至为了这个, 我们还要特别去push同仁说, 你们也要去试试友商的软件, 可是我们得到的结果始终是这个样子, 而且随着台湾前一阵子进入疫情三级警戒, 然后实施办公分流跟Wall from Home之后, 那这个现象更明显, 那就是友商软件使用率更大幅的相较, Roon的使用率更高,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们公司环境里面发生的正式的一个状况, 可以供大家做参考, 非常谢谢你的回馈, 我相信大家听到已经觉得非常的满意, 那至今就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当初你会怎么会选择, 就是这种选择我们软件科技, 软件科技来做你们就是, Roon的一个规划发展的厂商, 我想让大家也分享一下, 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初的选择这个的点在哪里, 这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2019年要导入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就是Roon在台湾的台湾的代理商, 那他, 我们有关注到一点, 就是说其实他好像跟Roon的原厂不太一样, 这个是一个小小差异, 后来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要去找就是Roon的原厂去买这个产品, 所以后来我们就接触到就是Rahi, 那我们注意到就是Rahi是Roon这个软体的全球代理商之一, 那而且他在台湾有据点, 那我们后来就决定就是透过Rahi去采购Roon的软体, 那因为他给我们的方案, 其实是会跟当时候台湾的代理商的方案, 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 后来我们也很庆幸我们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因为后来那个台湾的代理商, 其实他在因为政府颁布命令之后, 我们其实他好像有做一些调整吧, 那所以我们很庆幸其实一开始就选择是去透过Rahi去跟原厂采购这样的一个手权, 所以我们受到影响是比较少, 那再加上其实不可否认, 其实Rahi提供非常好的一个技术资源, 那而且藉由他们我们会发觉到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全球代理商, 我们会发觉到有更多就是适合Roon还有视讯会议的软体可以说软体跟硬体可以做选择, 那这个对我们的环境的部署跟搭配上其实也有很大的助益。 谢谢张志钦先生的分享, 谢谢你,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我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想说我们先来一个Q&A好了,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已经开始有人在线上, 已经开始在问一些问题了, 我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先出现, 我看到一个来, 这个问题可能看起来像是要让军领, 罗技这边要来回答一下, 有一个问题是, 有人说, 好, 来, 他问题是买了罗技的视讯设备之后是否包含视讯软体, 可以买直接开会吗? OK, 好好, 这个问题还蛮好的, 因为还蛮多我们现在的客户, 然后他们想要建置这个视讯的会议室, 那其实大多数的人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是看到我们罗技的设备的介绍, 都会觉得说, 我买了整套罗技的设备回家, 回到我们的公司, 那我自己装装, 我就可以马上开始使用所谓的视讯会议了, 那这部分要特别强调一件事, 我们罗技呢, 我们是硬体的设备,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是不包含软体的这一端, 因此呢, 通常我们在这一个部分, 我一定会先问我们的使用者, 也就是客户这边, 是你们现在呢, 本身已经有使用, 或者是已经有决定想要用哪一款, 我们所谓的视讯软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包含说我们刚刚今天的提到的这个Zoom, 它其实是一个主要, 就是在开视讯会议的这样子的一个高效, 一个软体,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只要你有已经有Zoom的这样子的一个授权账号了, 它就可以搭配我们罗技的这个设备使用, 所以最终呢, 你还是要先选定你必须要使用的软体是什么, 才能采购我们罗技的这个设备来进行使用, 所以这个概念就很像是说我今天买了电脑, 但是呢, 电脑它基本上是一体设备, 你内建要换的Word的啦, PowerPoint啦, 这些Windows的这些软体呢, 必须你要再另外再去做一个采购, 所以这部分一定要先说明, 买我们罗技的设备, 首先你必须要先有你确定要使用的软体平台, 这样子的我们才可以搭乘一个完整的一个视讯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然后并且去应用在我们的企业会议室当中, 嗯, 谢谢Gini, 那我补充一下好了, 要买Zoom还要买国际就麻烦找瑞奇, 我们就会把你并在一起, 那你就是软议题就结合了,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OK, 太棒了, 我在你在回答过程中, 我发现超多问题跳出来, 都是很多在一个问题在打转, 就是那这个问题可能要由Pace这边回答, Pace, 好多人在问那个Zoom的治安问题解决了吗? 好, 其实治安这个问题, 我们去年7月份的时候已经所有的都解决了, 解决了后, Eric, 我们CEO都其实开了一个研讨会, 解释整个事情, 我一会儿会把那个recording发给Rahi,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都可以跟Rahina, 然后其实, 我觉得一个就是, update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我们所有的客户都可以选择用哪一个服务器, 我们在全球其实有很多服务器, 那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用哪一些, 你可以选择用香港, 不用香港, 不用美国, 不用美国, 不用日本, 不用日本都可以选择。 这个非常棒哦, 这个制服器可以选择这一块, 我觉得真的对大家非常非常的, 要重要性这样子。 Risa, 那针对RUN的治安问题, 我觉得就是台湾部分使用者, 其实特别关注的, 其实我针对这部分, 其实我还额外的补充。 但没问题啊, 事情麻烦您, 也帮大家补充一下好了。 OK, 那这个针对这部分, 其实我有一个投影片, 我先把分享出来。 那我们先想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是企业的IT部门, 那我们怎么在选择资讯产品, 其实这不单单只是, 我们在选择所有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都会注意到几点, 就是其实现在资讯安全, 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坦白说, 其实资讯安全的防护, 其实它费用非常的高。 那其实你说, 现在有产品没有漏洞, 保证它没有漏洞, 这是不可能的事实。 那因为现在资讯环境, 其实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可能会关注几点, 其实我们会常常会去关注, 就是这个厂商, 对资讯安全它有多重视, 它有多重视。 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会从两个面向去看它, 第一个我们去看它的官网, 它针对资讯安全这部分, 其实它有什么样的补充资讯, 因为如果它非常重视, 它会尽可能在这边揭露它所知道, 还有它所要解决的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不是所有的软体厂商, 设备厂商都愿意做这件事情, 虽然它你或许认为, 这本来就应该做的, 可是坦白说, 不是所有厂商都愿意那么透明的去揭露它, 那我们有注意到, 其实Rune这一点, 其实他们在官网上, 其实针对就是security的部分, 其实有特别的琢磨,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做得不错, 其实你可以去比较, 其实甚至有些友商这部分, 其实可能都还没有做得那么好, 那么透明,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IT的人, 我们还去关注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包含就是CDE的一个漏洞的一个报告, 那CDE的漏洞报告呢, 其实有,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公开的资料库, 那当然基本上你的产品, 还有当然你的公司, 基本上你要达到那个, 你要有那个能见度跟可视度, 基本上你的产品才受到重视, 你才会被邀请, 或是你要加入这个CDE组织, 你才会有这些相关的一些咨询存在, 那Rune这个产品, 因为其实它, 毕竟它在全球的视讯平台上, 其实使用的人非常多, 所以在CDE上, 它有专属的一个漏洞的一个清单, 那我们会去从CDE的漏洞清单里面, 去关注到说, 它发布了哪些漏洞, 因为这些漏洞不见完全是它发布, 有时候是骇客或白帽骇客所发现的问题, 去回报给他们, 那你可以从这里面去看, 到底有多少漏洞被揭露, 那漏洞被揭露, 我们讲简单一点, 不可耻, 那可是漏洞如果被修复的慢, 或修复不好, 那这件事就很糟糕, 那我们会发觉,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像润这样的产品, 它们在漏洞的修复上, 其实积极度其实算非常的好, 所以基本上如果它对资案不重视的话, 它就不会去重视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在选择一些产品上, 我们会去特别注意的事情, 那当然我还在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 那可能会跟台湾的政经环境比较有关系, 那润它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坦白说老板原真是大陆人, 是中国人, 可是它其实它的公司, 其实受到就是美国的, 司法单位的一个管抢跟关注, 所以美国司法单位, 其实对这样的公司, 它的关注度会特别的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网路上有一些相关的报道, 可以发觉就是美国司法单位, 对这间公司会特别的关照, 那越特别关照, 其实你会觉得说它的产品基本上你的可靠度就越高,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事情其实是可以供大家做参考的, 那最后其实我们再说明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在选择产品, 另外一个我们当然还会去看, Garner的魔力象显图, 其实目前业界主要的一个软体就是这些, 你可以看到其实Zoom其实持续在攀升,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它做得蛮不错,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不可否认疫情爆发以来, 其实微软的Teams因为透过内建的方法, 跟Office 365或Microsoft 365绑定的方法, 所以使用率非常的高, 可是很特别你可以从就是美国的网络业者, 他们在对流量的使用观察上可以看到, 就是可是在应用程式的使用上, 其实Zoom的比例还是最高, 尤其在行动装置的使用上, 代表说微软的Teams确实很多人在用, 在企业内部也很多人在用, 可是如果你考虑到行动应用的环境, 或是一个混合性的环境的话, 其实Zoom的它的使用率还是比其他友商来的高了一些, 那以上我们针对这两点我们的补充, 谢谢, 谢谢志清, 也谢谢Kiss。 好, 那我再看一下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让Elmo来回答一下, 然后有几个观众有在问我整合一下, 他说请问会议室建置完成后, 那个保护扣的维护该怎么办呢? Elmo, 这个部分可以由你这边回答吗? 可以, 可以, 其实我们在帮客人建会议室之前的话, 我们就会跟客户沟通说他们保护需要做多久, 那我们会比如说两年或三年, 那假设原厂的保护只有一年的话, 我们就会去跟原厂沟通说是不是可以延长这个保护。 好, 那假设两年三年的时间到了, 那客户推时还是继续使用吗? 那这个虽然保护过了, 那也没关系, 那我们会提供一个维护的合约给我们的客人, 那维护的合约的话, 因为其实Rahit刚刚有提到Rahit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在全球不只有South office, 还有我们还有warehouse的中心嘛, 那在这个warehouse的话, 其实都会存放一些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料件跟库存, 那比如说像视讯会的话, 这些比较常用的视讯会的料件跟库存的话, 我们也会存放在我们全球在台湾的这个warehouse的中心里面, 所以假设在两三年在原厂的硬体保护已经破了之后, 那客户还是要继续做这个维护的话, 其实我们会提供客户一个维护的合约, 那假设真的不幸在原厂保护过后, 那硬体有发生一些可能坏掉坏的状况的话, 那其实我们在Rahit的warehouse有这些常备的护准, 我们可以快速去帮客人做换货的动作, 那保证客户的回忆时的运作是不中断, 那我们这个的服务的话是Rahit, 我们也可以帮客人提供的。 OK,谢谢Elmo。 好,那还有看一下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也蛮多, 我也收到很多客户是这样问我们了, 就是到底Room Room和Room Meeting商业版的差别, 那Kiss,你要先回答一下这部分, 然后Elmo之后您可以帮忙再做一个补充, 因为我们也很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嘛, 就Room Room跟Room Meeting的差别是什么? 好,可以,其实我们的Zoom Meetings, 就是我们在电脑上用的那个软件, 一个平台,就是主要是你电脑, 我们现在大家都看的, 然后我们Zoom Room就是给我们, 专给我们会议室里面, 刚刚经理所看到的那些设备用的, 一个另外一个平台, 我之前有很多客户跟我, 那为什么我不直接买那个Zoom Meeting, 然后安装到电脑上, 然后再放进去会议室, 你可以的,但是会挺麻烦的, 就是你想每一次你要进去Zoom, 开运会议,你要把你的MacBook拿进去, 然后免疫一下那个麦克风啊, 四张头啊,HDMI啊, 五层不同的USB, 其实挺麻烦的, 如果你直接用Zoom, 你直接进去那个会议室, 平板上选择你的会议, 按一下开始会议, 或许用我们的新闻, Voice Command, Start Meeting, 那就可以直接开始那个会议室。 那A,我们有点帮补充一下吗? 对,那其实Kiss刚刚也就说的蛮完整, 那Zoom Meeting的话基本上就是for个人, 那你可以把这个Zoom的APP关在你的手机啊, 或是你的行动公司笔电上面, 那你到各个地方的话, 就是打开这个APP的话, 输入会议室的号码, 或是你开启一个会议就可以开会, 那Zoom Room的话基本上就是for会议室, 你就把它想像, 它是从实体会议室, Zoom Room的话就变成一个虚拟的会议室, 基本上它就是绑定的会议室, 那基本, 大家的话只要输入这个会议室一个固定的会议室的话, 大家就可以启动到这个会议室开会了, 就像Kiss讲的, 不用说你到一个会议室里面还要set到麦克风啊, 视讯镜头啊, 或是喇叭之类的, 这样其实Zoom Room的话它就是一个虚拟的会议室, 那基本上的话Zoom Room算是一个选拟啦, 基本上你还是要有一个Zoom Meeting的一个host, 一个主上好的话, 你才可以去选购这个选拟的Zoom Room, 这样, 是, 对, 好, 那我想今天因为时间上也很来不及, 所以我们Q&A时间稍微有一点需要缩短一下, 其实好多好多问题哦,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等一下之后呢, 会在会后呢, 发给大家一个类似回会问卷, 然后我希望你们回会回来, 因为我们也会从这回会问卷里面呢, 再抽出两位的亲观众, 就是有问卷的部分, 然后我们会来自这样送逻辑的一个产品, 那所有问题都写下来, 这边呢, 我们也会特别会在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你们有留下email, 我们会针对你问题做一些回复的动作, 好, 那我们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主讲者, 因为在过去一小时中我们讨论真的很多逻辑和入主和协助企业在使用这个视讯会议, 让共同无距离的一些方式哦, 那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会为不同规模, 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过这个逻辑跟入的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的环境需要这些解决方案, 会要了解如何让你当前的空间变得更好, 就欢迎联系我们瑞济科技, 那你可以上我们官网或者加入我们FB, 另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瑞济企业专属的LINE的线上服务, 提出你的问题, 我们都会立即跟你联络,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是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 也非常感激罗继军领, 非常谢谢, 还有台湾世西工程张志兴先生的一个热情支持, 谢谢各位, 那我们下次线上研讨会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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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